高分子材料有哪些 一 来源于分类 高分子又称为高聚合物或者是聚合物 主要来源于动植物以及一些其他生物体内的高分子物质 主要分为树脂 树胶 橡胶 动物胶等 主要的高分子的材料是塑料 合成像素胶等 合成的高分子材料具有较小的密度 具有耐磨性 耐复制性等 橡胶属于柔性比较高的聚合物 通过外理可以改变自身形状 外理消失之后可迅速归附原样 纤维分为合成纤维和天然纤维 主要是蚕丝 粘 麻等 合成纤维是指经过处理比如仿丝之后的性质 二 名称和主要用途 塑料可以在高温下塑成记忆形状 在长温下保持形状不变 加热后可分为热素性和热乎性两种 塑料的加工方法主要有注射 热压 吹速等 橡胶可以分为天然和合成两种 纤维和粘合即是高分子的材料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常见的合成尼龙 方轮热溶型 加压型天然橡胶 水溶性 淀粉等 三 合成加工 高分子材料在加工之前需要进行合成 然后才可以进行加热加工 其中需要引发剂 在成型过程中物体会受到温度压力等作用的影响 从而导致几乎形状发生变化 因此加工不但可以决定高分子材料的外观形状 还可以对结构产生影响 高分子对其他的结构和控制等都是由材料决定的 广泛应于科学技术 国民经济等 成为现在人们吃穿住行在各个方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